由8月1日起,會將國家利益豁免適用範圍,擴大至全球的學生同學者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的資料顯示,赴美求學的外國學生,以中國留學生最多 在上一學年,約佔總數的35%,約有37萬2千人,比第二位印度留學生高兩倍 這節新聞報導完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宣傳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宣傳 預測是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今晚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指望明天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天色好轉,隨後兩至三日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 現時室外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82% 今時今日,網絡詐騙陷阱多羅羅,無論是膠心網友,叫你跟穩賺貼士買賣股票 還是以藝務網站或電郵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資戶口 一不小心,隨時被人騙了身家 網絡陷阱有很多種 只要時時小心,冷靜分析 人人都可以做反壓專家 網絡騙案,切勿上當 詳情即上頭委會網站 ifec.org.hk 哇,你這部頭有這麼多頭皮 落雪 為何我的頭髮長不長,又扒又沒力 軟了 染完頭髮,頭髮都摸了,開了叉 鮑魚叉 整天這樣脫,容易脫掉的 地中海 看完頭,很快又流流流流 好煩啊 將你們頭髮的問題,馬送Whatsapp 59982399 發在生專業頭髮專家 會在星期六早上9點至10點 新城資訊台,理智系法官一一解釋 那就再不是問題,還有禮物送給你 記得Whatsapp來吧 59982399 59982399 設計師可以在有限空間打造理想居所 你也可以利用有限時間 活出精彩人生 逢星期四早上9至10 原來生活很快樂節目內 人生設計學 程凱欣和君王室內設計創辦人 黃大衛、Anson 為你傳達生活美學 你有設計上的問題 可以Whatsapp你 6147-4588 等他們幫你解答 人生由自己設計 星期一至五晚7點至8點 晚7點至8點 謙仔有請 有我謙仔林子謙 你猜 今晚我請了誰 來聽聽就知道 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主持 何偉峰、陳樂堯 Hello 陳樂堯 Hello 葳文 今天真是何偉峰 沒什麼運 請假 要我何文傑頂一頂替 給我機會 兩位美女 一起做主持 又說說喝說吃 還要吃些好東西 當然 我們今天的嘉賓 真是 聽到名字都流口水 流口水 鮑魚公主 Lisa Hello Hello 劉哲宇 聽名字 我以為是男士 Lisa 是一個 一鮑廚 楊冠一 一哥的入室弟子 厲害厲害 多謝兩位主持 以及各位聽眾 師傅是世界御處 在香港幾乎每個人都知道 很幸運 師傅收我做徒弟 因為這樣 我在未做鮑魚 知識鮑魚罐頭之前 整天通師傅是世界過地 去做show 也都見過很多國家的元首 知名人士 還有很多飲食專家 他們有時候都會知道師傅在哪裏做表演 都會莫名以來 品嘗師傅的鮑魚 試過之後 每個人都斬不絕口 作為師傅的徒弟 看到這樣的情境 我都感覺到很驕傲和開心 對 Lisa 以我所知 一哥在2007年正式授權 被你做唯一能夠以亞一鮑魚品牌推出即食鮑魚 以及其他包裝食品的全權出品人 為何一哥會在這麼多個徒弟之中 選擇了你做傳承的重任 你煮的食物是特別厲害的 當然啦 我對主業都很熱誠 也都跟師傅學過一些廚藝 也都在法國的難帶 但你是台灣人來的 是呀 在台灣出生 我是台灣出生 聽口音就知道是台灣嬌俏的聲音 也很嬌俏 因為本身 剛剛也有說 在做知識鮑魚之前 我的責任就是 很多人陪師傅在世界過地 去做show 因為本身是台灣人 很多時候會跟師傅回到台灣去做表演 我有幾次提名為唐新風暴 回到台灣的國賓飯店 去做show 那些表演是怎樣的 即是現場 楊師傅就即席在那裡煮 是的 因為我們還沒去之前 很多傳媒都報導 有去到十多家的電台 或者是電視台全部都是去採訪 即是把廚房放出去大廳 不不不 廚房其實我們在後面 是有一個功夫做了先的 等人客來到 我們其實那張桌子那裡 都已經差不多煮好了 師傅主要是 想獻汁 是的 支持煮給那些人客吃 當時我記得 李登輝總統也有來的 李登輝總統 討論那時候就是 康隆斌 那時候是市長 康隆斌 是的 台灣的市長 我們都同台式飯 覺得很開心 因為本身 我是台灣人 市長來 總統又來 我覺得是很 那跟你日後 把鮑魚品牌 在台灣開廠 有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 因為 問市長哪裏有些工業區 可以 因為這樣說 當時 他們 其實那個鮑魚 一隻 我覺得是有兩台 即是十八萬一隻鮑魚 十八萬台幣 台幣一隻 那時候也有四萬多元 但是那些人 很多好客人 都願意報名參加 我們終於有選客人 我以為銀碼在內地才有 一頓飯 是這樣的食法 那些人吃完 都會有一個很開心 和很好的評價 很欣賞師傅的鮑魚 然後 我會跟師傅聊天 師傅說 唉 他說 鮑魚 是真的 看到那些人 這麼支持 你挨一鮑魚 這麼欣賞 他都很開心 但是他都說 如果有一天 有華人的地方 可以認識到挨一鮑魚 每個人都想吃了 可以認識到 那多好呢 我問師傅 為何你會 待會有這樣的感嘆 師傅 唉 當天有些記者訪問他 他們問那些記者 你吃挨一鮑魚沒有 他沒有 因為挨一鮑魚真的很貴 對我們來說 是由不及待的 一隻鮑魚 吃到我們兩個月的工資 怎樣要挨一鮑魚 師傅都很豪爽 拿一隻給你們去吃 當時是這樣 師傅一聽他們這樣說 就覺得 如果挨一鮑魚 各個人都可以吃到 那多好呢 於是師傅這番說話 我就去想 就覺得 如果挨一鮑魚 變成一個罐頭 那就平民化 那每個人都可以吃 不用說 一定要吃一隻鮑魚 是多貴 幾萬元 那樣 於是乎 我就去台灣 找廠 當然問師傅 我這樣的想法 好不好 原來師傅 就很贊成我去想 今時今日 就成行成市 這種罐頭鮑魚 當時是多少年 當時是 當時是2006年 2006年 應該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做這個 有獻質的鮑魚 是我們 鮑魚第一個 研發出來的 當時在市面上 全部都是 鹽水鮑魚 沒有這個 有獻質的鮑魚 因為又要有信心 一出的時候 都不便宜 買個罐頭 應該是最貴的罐頭 超市都要拿鑰匙 鎖一個玻璃窗 當然有一個品牌 才敢買 一開始 你開創了 沒有拿專利 因為人們要給專利 但是 其實很坦白說 研製鮑魚出來 也絕不簡單 統中也有了很多的錯節 因為我們 浪費了鮑魚 研發過程 很多鮑魚 你出來 統你主家的味道 完全是兩回事 那你怎樣可以平衡 可以主導我們所需要的味道 就要反覆去測試 那個工廠 我那裡 大概九個月 他都 出來的結果 都不理想 都不理想 我都跟師傅說 師傅 你這樣 搞來搞去 鮑魚都用了一噸 但是味道 還不是我們想有的味道 怎麼辦 師傅就鼓勵我 他說 我燈藝市主 乾包都是這樣的 你有用你的辦法 你有堅持 堅持才可以成功 師傅當然會從旁指導你 究竟怎樣選包 或者怎樣攀條 都會的 如師傅說 我們就再給多些資金 找台灣的一個化研所 找一些福學家 幫我們研發 再嘗試各方面的東西 有一次 有一次 電話響 他說 Lisa 你好回來 嘗試鮑魚 可能是你的味道 每一次都是這樣說 我說今天比較忙 我還是不想來 不如遲些 我現在有其他工作 他說 不要 早上等於去羅湖 早上問了機票 一個小時回來 馬上你可以回來 那些人這麼熱情 我又不想他們失望 早上七點鐘 問了機票 坐飛機回去台灣 去到中午 打開鮑魚的市 嘩 真是我搖的味道 非常非常之開心 終於被我成功了 當然鮑魚在香港 第一時間貼這補 上架 看看反應如何 是生產線在台灣 首先在香港賣 香港 因為我覺得 鴉師傅是在香港 成名的地點 鴉師傅 鮑魚 我就覺得 首先 應該是香港 在這個地方推出來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想不到是斷貨的 連粒罐都埋斷了 三度斷貨 那些鮑魚回來就賣光 那些人是沒有問價錢 知道有一個蠔黃的鮑魚 就是買的了 我都記得 真的很厲害 一天在蘇谷 那時候在蘇谷也有專櫃 小的counter 一天可以做到60萬的生意 是一個 那些人想不到 有這麼好的成績 上火上不及 是 是 當時是叫獨市 差不多 都獨市 沒有其他品牌 隨後幾年就開始 有些新的品牌出現 當然 你做得成功 做得好 最後就是學 我覺得這也是很正常的 有競爭才有進步 是不是 但是 我們鮑魚的粉絲 就是這樣說 永等 始終都很支持 我們鮑魚 鮑魚的酷黃味道 到現在都來講 有時候 你做生意 我自己都會親自去櫃檯 或者自己看 那些普通牌 自己都是巡捕 那些人 其實有時候 那些普通牌 很有耐性的介紹 不用介紹 可以了 蠔黃 半單 蠔黃 一單 都會是這樣 吃慣了 如果你的水平質素 可以維持到 就有回頭客 還有他們 鮑魚 比如說 我買最大的鮑魚 四隻五隻 那些是比較大的鮑魚 是比較難有些 我們聽眾在吃飯盒 就流口水了 說鮑魚 待會再跟鮑魚公主Lisa聊天 是 水戶轉 西遊記 紅樓夢 三國典二 你可能聽過 甚至看過 將它們改編成廣播劇 又會是怎樣的呢 一班中小學生 就會用普通話 重新演繹那些四大明珠 葉詠詩 還會跟專家評審 點評同學的表現 記住逢星期二 下午五點至六點 收聽世界隨意門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四大明珠 廣播劇比賽 一起堅持同學努力的成果 市面上健康產品五花百門 香港本地培植的有機靈芝產品 有甚麼不同呢 今個星期六下午2點35分 開心大派對時斷耐 健康就開心 請來天然養生創辦人張天然 講解相關靈芝產品的健康功效 告訴你適合哪些人服用 健康派對時斷耐盡 有心情情情情情情情能 先去明珠 健康派對時斷耐盡 的平常會不及會 先去明珠 就先去明珠 公平和平常會不及會 一會兒 在此正常會不及會 沒有任何回覆 有新城自騎DayDayShop 每天都是Shopping Day 逢星期一至四晚上自騎DayDayShop 還有星期五上午九點的 每週精選推介 范仲峰 李思恩 鄭啟泰 林家瑤 麗莉 麥卓華 程凱欣會輪流上陣 幫你嚴選自騎自傻的優質產品 由衣食住行到吃項玩樂 生活百貨到名貴品牌 不用再到處找 立即讚好新城電台 從新城自騎上的Facebook專頁 逢星期一至五 收看新城自騎上 自騎DayDayShop 網上直播吧 其實我是讀電腦 賣拳門、賣叉音樂學院 從小到大都不斷唱歌、吹歌 畢業後去了加州 直谷去做軟體工程 但911轉變了我的人生 第一,我想回來跟家裡比較近 第二就是真的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我很喜歡音樂 也很喜歡做生意 我回到香港後就開始教唱歌 頭兩年都挺辛苦 但慢慢就 假設你的產品還可以 一傳十,十傳不 人生設計學 有程海恩 有軍王室內設計的Anson 還有我們今天的嘉賓 Red Academy的Horace 新城資訊台 星期四早上九至十 人生設計學 新城財經台 星期四晚上十一時 精彩節目重溫 星那樣的妻錯恐怕事見琴心恆開慰望 移動文化 好,回到今天 移動文化 有我回來客串的何文傑 和陳樂堯 做主持 你好 Lisa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 說到鮑魚公主的美名 雖然我吃完飯了 但我都流口水了 我們也想訪問一下 Lisa 究竟她是否真的要 怎樣去大批釣養鮑魚 其實之前 因為我們一開始做 糧量沒有現在這麼大的糧 我們在台灣的屏東 是養鮑魚的 其實我們做的 這個貫土的鮑魚品種就是日本的種 台灣養 其實現在很普遍 多久才養到一隻 好奇 其實看大小 看大小 首先用鮑魚苗 開始養苗 如果一隻鮑魚 我講我最大隻的 四隻五隻鮑魚 我會用五節龍年的時間去養 五分鐘就吃了 吃得快 其實是五到六年 但你覺得五到六年 就可以有這麼大的鮑魚 其實你養這麼大的鮑魚 風險是很大的 因為你遇到紅潮 遇到紅潮的鮑魚 就會死掉 就沒有了 因為經常說鮑魚 都是健康食物 其中一個原因 是否要乾淨水 是 因為我們的鮑魚 就是在海上釣養 等於鮑魚 其實就是 等於怎樣說呢 野生差不多 但我們都是放在海裡 用籠子 就罩著它 那它的海水 色的海草 都是海 有機的 香港都有 我見過在西貢 都有些魚牌 他跟我說是釣養 就是養鮑魚 不過後來 幾年後 跟我說都做不住 因為一次有一年 有紅潮 整個生意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 釣養的地方都不同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 因為我們是全球做的 變成有時候 那些糧 根本上就達不到我們的要求 變成五、六年前 我們在廈門 自己有一個工廠 在工廠 即是我們在那邊 都有釣養鮑魚 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變成一個地方有事 另外一個地方 都可以 那些釣養場 就等五、六年了 這一陣子 好像海士忌 那當然 等它生產 大隻的鮑魚 就是我們 好像現在在市面上 很多你看到的鮑魚 都是很小隻的 因為那個風險比較小 一、兩、兩年 就可以拿出來 有什麼事就先收割 是的 所以為什麼 四、五隻 大隻的鮑魚 比較珍貴 就是因為 越大越貴 你中間的風險 是很大 不覺得這個不珍貴 有原因 教一下我們什麼孔 跟聽眾說一下 那隻鮑魚 分為九孔鮑魚 其實九孔鮑魚 就是日本種 台灣也好 大陸也好 九孔鮑魚 兩種是交配了之後 變成現在的 吉品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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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大隻的那種 其實它的原產地 都是日本來的 當然 鮮鮑魚的好處 就是說 你到了一定的 你想要的 Hustle之後 你拿出來 芝士放在罐頭裡面 它是比較 可以保持鮮度 鮮味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 餐飲也好 罐頭也好 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到 這一類的鮑魚 現在比較普遍 就是這樣說 我們就這樣買來吃 那怎麼分辨 其實自己分辨 不是很分辨 應該是靠牌子 其實 我就是這樣說 鮑魚的品種 剛剛好說 就是吉品鮑 其實品種是一樣的 不過看你怎樣去烹調 同樣你養鮑魚 長地不同 它養出來的品種 有時候都有點偏差 譬如說 有些叫做大連鮑 大連就是九孔鮑 其實就是 它那個肉的質地 可能你會覺得它是軟身一點 我們如果在海釣用的鮑魚 魚心又會Q一點 Q一點 即是彈下的 是的 而且鮑魚在生產過程中 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東西 如果鮑魚 你要它比較好吃 你正常的高溫沙捲了之後 鮑魚會塑溜 但是現在市面上有些人 為了鮑魚可以大隻一點 它明明是應該沙捲30分鐘 20分鐘就拿出來 那就是中間硬 鮑魚的質量又不同 不同一點 好 我們先聽一首歌 回來再聊天 鮑魚 鮑魚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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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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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 相对濕度82%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实际 朱多野讲 逢星期日早上11点至12点 主持朱惠琳和程海恩 请来名人嘉宾、艺人好友 分享娱乐圈工作以外的生活点滴和趋势 朱多野讲 透过多谈多讲 发放生活精能量 以上节目 由冠王室内设计 带给你 《智厂人生路》 全城有道 权力始终是一个鸦片烟 撕不脱 撕不脱 至于它能否完成 这件事可能是 小时候已经要有正确的家族观念 教了之后 自己的心态是怎样呢? 真的要自己提醒自己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行不行嗎? 主持麦卓华 联同中会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C連登 和你发掘全城秘诀 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今天我何文杰和乐寮有一个特别嘉宾 就是说鲍鲍鱼 真的很开心 Lisa 鲍鱼公主 刚才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知道怎样狗孔、吉品 大家懂得分 现在市场上 潮流要轻新 会不会有人觉得鲍鱼老土呢? 吃东西 都不是的 其实鲍鱼 我们现在都年轻化了 不是说过年过季才是很精具的东西 一年才光顾你一贯就糟了 是的 我们都年轻化了 好像现在我们这两年出的抛车 一袋都是几十元 我最喜欢的 是的 如果那些年轻人在家煮的面 或是煮的饭 拌了拌了就可以吃了 拌东西 很简单 这两年 鲍鱼除了做鲍鱼之外 我们都有很多负善的产品 好像那些汤 炖汤 或者是鲍鱼拌烏冬 这些全部从台湾生产过来 而都是很方便那些年轻人 放在家里面 放一包料理进去做OK的价钱 又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们近年年轻化了我们的品牌 阿里也是年轻的妈妈 你会不会在家里煮鲍鱼 你最喜欢怎么煮 我现在真的 你好像有口味特别喜欢 我一定会用它的产品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一包一包 我又喜欢有一个麻辣的系列 鲍鱼 我女儿就喜欢一罐罐那些 她就更懂得吃 哇 小时候我们就教到她 她整罐刺来吃 她将来的男朋友就惨了 进去吃饭了 吃惯了 要发炎 对 所以质素未必太好的 她都不选 她都是钟情于Alisa 我知道之前见你和一哥 一起庆祝88岁生日 你还要自己亲自上阵 拍广告 主要是不是向师傅致敬 现在师傅年纪都大 有疫情的关系 师傅都比较少出店铺 他都在家里 就会比较多些 都不想他太粗劳 当然 都答应了师傅 将Iyabawi的品牌做好了他 我都很努力地做多些宣传 我觉得 我希望 因为我们的鲍鱼 在全球也有卖 全球也有发售 所以我自己 一马当先 自己都沉着 还可以给人看看 自己拍一些广告 做一些宣传 我亦都希望 把Iyabawi的文化 就花用光达 一直 永远传情下去 吃鲍鱼 我突然 聊天 可以想起一条 我们可以写给联合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把香港人吃鲍鱼 这种文化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列名单里面 要有人整理 那些业界的人 就主动 可以写给联合国 而都因为这个鲍鱼 我们去年 这两年都拿了 香港的实弹名牌 都代表香港 有策略名牌 我们全部都拿了很多奖项 我亦都希望 将师傅这么辛苦 那些成绩 引识的文化 我可以继续 帮师傅 发芸光达 厉害 现在疫情底下 刚才提到 你的业务都全球化 那会否多了 电子模式的销售 即是网络销售 都会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 譬如说 TVMall 或者我们自己的网站 或者有很多 譬如说 我们在台湾 东森购物 那个网上的销售 是很少的 台湾比较流行电视 卖大货 是的 香港现在才开始 是的 网购 网购 甚至说 我们在Costco 都大批量 你看到 日资场 或者是 大型的连锁店 全部都会看到 我们的产品 内地市场呢 会否都开桌 更加大 其中我们的大陆市场 我们在北京 上海 很多大型的城市 每一区都有代理 在买我们的产品 甚至是 东方卫视 湖南卫视 我们都有产品 在各个地方 推出 就是这样 即是全国 有中国人的地方 又懂得吃鲍鱼 是的 所以师傅之前的愿望 就是说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鲍鱼 我希望可以真的做到这件事 但现在已经是 差不多 都 就是向着目标 已经是 越走越近了 嗯 那 除了一个厂房 就在 廈门 刚才说过 有养殖场 香港呢 香港有没有生产线 香港呢 我现在 就在想 做一个干包 系列 即是因为 阿一鲍鱼 本身 师傅 就是做干包 出名的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 朝着这个方向 也可能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多人在家吃饭 是的 那些人都说 你这个鲍鱼 应该是做最低級的 最低級的 就是干包 干包一听 就是我们这些门外看 就觉得很难做 很难做 怕浪费了食材 不敢买 那我们现在 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做即时的干包 即食干包 即食干包 即方便我们的懒人 是的 原则原眉 这个就不是 煎过高温沙菌 是原则原眉 就是这样出来 当然 可能就在 运输 保存的方面 就会 难度加高 但是 我觉得 西德欣赏 一个 好的鲍鱼 的人士 他不会介意 即食干包 是什么意思 即是你下单 才煮 只是预製 其实我们会分不同的投属 大家的时候 全部是煮好了 放在冷藏的冰库里面 你什么时候要 随时要 随时有 除了鲍鱼之外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产品 例如花架 海参 鲍鱼 或者是 薄条牆 甚至是 包罗万有 我们现在开始 朝着那个方向去做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 你由一个开始 还有我觉得 如果我们这个品牌 不是做干包 真的浪费了 我觉得应该是挑战 另外一个层次 再更加 再更加去 推陈出身 将口味 又会符合 现在年轻一代 那些 现在的牌子 吃辣的 那为什么麻辣 因为干包说真的 如果现在年轻人 不要说年轻人 譬如年长 你煮干包 真的需要很多时间 可能一只大一点的鲍鱼 你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都要 因为你浸发 需要时间 要去碰水 接着你买一些老鸡 买一些排骨 是煲的 那些煲的那些 你煲是这样的 你煲完一天 可能你又将东西 去掉它之后 譬如今天早上煲 煲到下周五六点钟 你关火 好了 那你换了些街 换了些猪肉 明天再重复 再重新煲 那这次才为之 是一个干包 干包和现在的市面 罐头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里面真的有糖心 你用刀切它 那时 你感觉到好像糯米 那样 味道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 是不同的 就是说到 流了口水 你想想 为什么人们愿意 给一万几千元 吃一只鲍鱼 当然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 每个人对钱的价值 都可以有一个想法 那他愿意给这样的钱 真是证明这件事情 今天来就适合时辰 因为政府最近有些放宽措施 很多时候 之前的高级食府 都甚至搞不到饭局 那些客房 那些全部都是 可能坐到很多人 那现在有一个 新ABCD厂 如果你申请到 D厂的防疫要求 还可以100人 当然来宾要打了疫苗 第二天请客 又先问是否打疫苗 未打就没来 之后可能会多些人 走出来去品尝一下美食 请朋友 见朋友 那快就没有亲切 阿里 女儿的利用钱 会怎么送礼物给你 我当然叫她来 Lisa在那里买东西 我又吃得她 又吃得她 你还要选一些 她自己下厨煮到的 买回去之后 她可以帮忙 着火 煮个鲍鱼早餐给妈妈 真是棒 不得了 其实这条鲍鱼 其实有时候 打开一口包 你倒出来 其实有时候 朋友喝两杯 冬食都很好吃 冬食 不需要容易 是这样的 冬食都可以 冬食都可以 是很方便的 冰震 冰震 但是那只包 不同 那是另外一种包 那是应该用 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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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色的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听众可以 有很多渠道 找到你们的鲍鱼 每个人都可以 想来到 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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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家 欢迎 街大会黑羊羽 多嘴皮和跟我跳舞 大力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躲 于是被诱惑容易安握 手中配唱相当好 甜蜜肤浅态度 这晚气氛最好 你别别再等 最顺便呼吸 下落的弱态下 所以我想抹运 Oh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s what we create 忘记这飞起国 都安到佛府笨楼 We find ourselves in a sweet escape We can send you all Sensual, sensual We can send you all Sensual, sensual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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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同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介开的楼都ok We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 我 放任 静默被我放 抱紧 快乐太陌生 为何振能伤心 有爱为何关灯 我继续写下放逼 Yeah yeah 是快感 感动谁体温 Oh yeah You're tied up So say the word And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s what we create Ki zi fai hi guang Don't want love and fool but long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sweet escape And we get 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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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get sensual T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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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Tensual Yeah Oh Oh You can touch Tensual Tensual You can touch T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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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业难,首业更难 那究竟一间公司 怎样才可以将管治理念 承传下去呢? 留意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自厂人生路支全城有道 有我麦卓华 联同中会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夥人C連登 将会邀请城中知名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分享全城之道 讲下如何透过延组企业理念 让品牌永组 阿神李浩信的社企除了主动出击 还有与其他组织合作 举办很多别开生面的活动 4月11日是国际行线日 Good Diets Day 其实我们基于人力克和浸讯会外群合作 本来在这一天是呼吁大家做多些好人好事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会有很多 身体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所以我们想了一个新的idea 就是在网上去赞人 它叫做跨跨challenge 就是跨过不同的界别 跨赞、帮过你或者你欣赏的人 在网上说多些好东西 或者是我们也是做了十二个力克的sticker 赞名的sticker 可以在网上下注 接着你就可以发放给你的朋友 或者你想赞的人 在网上掀起一个正能量的小热潮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 晚上八点新闻前 时刻无望 香港还有好能量 师姐师姐 为什么你这么可爱 师兄师兄 为什么你这么高 大大大大师姐 为什么你唱我这么好听 小师妹 为什么你这么帅 逢星期四晚九点至十点 Sanna思康桥 蔣家莹 謝高俊 Drew 和我轻仔林志謙 有我们尊世娱乐的一班歌手 做大家的饭后甜品 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还有迷你音乐会 还有迷你音乐会 二动文化 好 回来呢 二动文化的陈乐堯和韩文杰 今天在电话旁边 还有香港英评协会的理事 晓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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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刚刚出炉几天 有没有留意一下奖项的电影 有没有留意 很多都看了 有没有李深水贴中了 得到奖 有啊 我记得 他有介绍 他有介绍 是啊 我也听过你介绍 是啊 我估计他都会得到奖 因为跟美国文化这么有关系 和说这么多人生道理 现在那些评审似乎很喜欢 一些讲人生道理的电影 给你拿奖 是啊 我 我自己就看了最佳纪录片 《八爪鱼先生》 我看的时候 在Netflix看 我和儿子就纯粹按一下 《八爪鱼》 但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哇 纪录片可以拍到这样的 好像一只八爪鱼 和他人生导师 和他的导演有个交流 每天在聊天 哇 又不是很奇怪的 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欣赏一下 要看 《灵魂奇雨季》也是 是啊 是啊 你也介绍过 都是要有些 而且又多元化 现在种族多元 拿奖 《农程家园》是拿到奖 《农程家园》的最佳女配角 反而在韓 真的做得很好 在韓片都有很多电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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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想要找人生的意志 哦 其中有一段很特别的 有一段是说他的一个选择 同一天的早上 有两样东西要做的 但是他只可以做其中一样 第一件事就是做整个地产生意 和客人签约 另一件事就是陪小学体育科老师 参加马拉松 嗯 嗯 他说到两样东西 究竟他选了去签约 然后选了去跑马拉松 然后又会怎样呢 哦 但是写实的不是科幻的 即是是劇情片来的 是劇情片来的 但是好像以前德国片 《疾走罗拉》 是啊 《疾走罗拉》 就是讲几段故事 如果你选择了这样就这样了 人生交叉点 是啊 Elly 有没有期待看什么电影 我期待当然看《复制人除福》 你的科幻片也適合你 女士少点喜欢 有两位男神 原来是这样 又是《恐流》 和《博保锏》 这个等了很久了 《恐流》有没有展示一下她的空机 好没有看 那部电影我其实觉得一般 哦 因为我觉得《博保剑》做的 《恐流》一向是一样的水平 我觉得和《施杀列车》的演技 就没有跌倒了 仍然是这么有型 然后仍然是有这么好的演技 但是《博保剑》 我想了很久了 这个问题 就是他做说是复制人 他做复制人 是啊 行为举止和普通人 不太看得出有什么分别 很奇怪 以前AI用工智能那些 那些复制人 是看得出他和普通人是有分别的 祖罗迪 祖罗迪 那时做的 都是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机械人feel 眼神空洞 那些未做到 要 夹白劲 不好像说科幻场面都做得挺好的 做得不错的 韩国来说 真的是 河里活水平 是的 河里活水平 我想 看看第几级的水平 哈哈哈 那刚才你提过农程家园 你已经看了吗 看了农程家园 跟大家介绍一下 农程家园是说韩瑞市民的 即是一家韩国人移民到美国 就住在一个郊区 就转行 我爸爸 就转行 要经营一个农场 说到遇上很多的挫折 还有做妈妈那个 你知道女性通常突然有新环境 就很不安 在想究竟应不应该继续留在美国 还是回去南韩 接着很多挣扎 那些东西 但其实很坦白 我不太合主流观众看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讲一些家庭戏 但是又不是说 很常见的一些家庭的错误 如果没有一些移民的经验 我想都很难 反而是刚刚想移民的人看 现在有人在交BNO的表 每天有几千人 那些人先去看看 流落他乡那种苦放 好像拿罪加女配角的角色 就是婆婆 很赞鬼 是的 而且我觉得她挺有心的 做这个戏 她是揣摩的角色 是揣摩得很准确的 她说她是由南韩 过来美国 負责照顾孙子 孙子孙子孙子 孙子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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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孙子孙子 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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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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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例如那些小孩回到美國的學校讀書 但家裡又不能融入美國文化 所以就有些衝突在裡面 另一套又是跨國的 讀水曝光 即是說日本 是啊 我覺得那個Johnny Depp 真的是一個大躍進的演技 他以前做的角色很怪雞 朱古力掌門人那些 但這次做也是怪雞 他也是做藝術家 但他是說他怎樣揭露真相 揭露日本毒水的真相 我覺得他開始有些轉型 沉澱了很久又有些緋聞 有些負面新聞 終於又有一套洗脫黑榮的 做一些有深度的電影 很多謝曉郎 下次再跟你聊天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們聽手 樓下來的人 嗯 福箇 basil 哪 那 哪 哪 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